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简单地介绍我们高嘉宏教授的真品 他是国立台湾大写医学系的提示 国立台湾大写临床医学研究所博士 他经历过台大医院肝医院营救中心主任 国立台湾大写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 台湾消化序医学会副秘书长 台湾肝脏研究学会秘书长 台湾肝病医疗测证会议事 他现在是台大医院副院长 台大医院内科部组织医师 国立台湾大写医学院临床医学所教授 国立台湾大写医学院中生职特品教授 教育部国家讲座教授 美国肝病学会也是 他的专长是病毒性肝炎 分子病毒性肝脏血 卫肝学等研究领域 他曾经荣获中央研究院 林转医学博士班研究所进修讲座 立清文教育定会 研教论文教学金 宋瑞柔教授学术计划 优秀论文教授 可见我们高副院长 他在这方面的领域是非常非常强 尤其是我们大同学 他大同学 他已经听说高教授看了十几年了 可见他的艺术是非常的高美 让我们掌声鼓励高教授 洪秘书长、王社长、宅先生 还有在座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台大医院的高教洪医师 我想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能够接受洪君培文教基金会的邀请 来到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地 那跟大家做分享 那实际上刚才听了这个秘书长的介绍之后 才知道这个基金会在过去 已经举办过非常多的公益的医学的一个讲座 那实际上在演讲之前 基金会寄给我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 所以看了之后的话 我个人也是非常的一个佩服 那我想一个基金会能够这样子 持续不间断的 那对这个全民的一个健康 或者医疗上面的一些议题 那做这样的深入的一个讨论 那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我现在也是这个社团法人 台湾肝病医疗测进会的理事长 所以这是一个协会 所以我就知道有时候要办这样的活动 确实是非常的一个不容易 那另外今天也非常高兴看到有这么多的一个 这个嘉宾女士先生能够在星期天的一个早上 放弃这个在家里跟家人这个团聚 还有这个悠闲 享受悠闲时光的一个机会 那到这个图书馆来听这个演讲 所以表示在座的各位 应该都是对自己的健康 特别是对肝脏的健康非常注重的人 所以我想首先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一下 好了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题目的话 就是我的专长 就是有关于这个肝脏 当然肝脏 我们是希望说每个人的肝脏都是非常的健康 那这样才能够过着一个快乐的生活 那为什么肝脏健康就能够过快乐的生活 在我待会的一个报告当中 那可能就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了解 那当然我们这个所谓的测进会 那或者说我们当做一个临床医师 那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说在台湾 我们能够打造一个没有肝病的一个美丽道 那原因就是因为肝病实际上在早期 我们都认为说是台湾的一个国病 所以怎么样把这个国病这个名称把它抹掉 让这个每一个台湾的国民都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肝脏 也是我们这个医界或者肝脏学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 跟这个目的 那我们先从古人开始说起 所以这个可能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这个中医的肝跟我们西医的肝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我不是中医的专家 所以这边是 如果这边有对中医比较理解的这个人的话 那我就这边搬门弄斧一下 那第一个这是在中医 那每个脏器都有一个它的一个代表 那肝脏的话是属于木 所以它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所谓的疏泄跟肠血 那这个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从这个西医的理论来看 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 那肝脏有一个比较大的功能 就是要帮我们把一些身体制造出来的一个废物 在肝脏里面把它代谢之后 那经由我们的胆汁胆道 那排泄到这个肠胃道里面 那最后当然就是又以这个排便的一个形式把它送出来 所以它有这个疏泄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是在老祖宗是确实在以前没有很好的一个解剖学 或者生理学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发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第二个是肠血 这个我想也是有它的道理 通常像我们这个人在比较小的时候 那只要肝脏它是一个造血的器官 所以我们知道骨髓是造血的器官 但是肝脏在年轻的时候 它也是会在年纪小的时候 它也是有造血的功能 那我们甚至看到有一些成年人 他如果有一些血液方面的疾病的时候 他的脾胀或者肝脏也会开始出现这个造血的一个能力 所以他有这个肠血 所以这个肝脏确实对我们一般人的健康的保护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里面的话 输血包括甚至于 这个肝脏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情绪 那消化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消化系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也跟我们这些气、血跟水的一个流通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里面包括了血液的储存还有调节 另外我们常讲说肝胆相造 所以肝跟胆是互为表里 它会影响到这个胆质的分泌 不过这个是中医的一个理论 我们可以当做一个参考 古时候的人当然没有像我们现在有很好的一个解剖学的一个观念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把这个肝脏 看起来他们画出来的是这个样子 这是古书里面的一个肝脏的一个图形 所以他说右边有四页 那左边可能就是有一页 那等一下我们当然会给大家看一下 真正的肝脏 我们从解剖学上的一个结构 到底是怎么样来做一个区隔 那除此之外 那这个在中医的理论里面 那这个所谓的五脏或者这个五行 它会有所谓的生跟克 那这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里面就有非常复杂的一个交互作用 所以肝脏不仅是处理本身的问题 它会影响到肾脏 那肾脏是跟水有关 水的排泄有关 那跟心脏 那心脏在中医里面的话是属于这个祸等等 所以我想这个这样的理论就是我们这个古时候的人 那从这个临床上的一个观察 那或者他的一些想法把它写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中医上面的一个肝脏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古老的 在希腊神话里面 里面的对肝的一个描述 那这个大家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 我们知道这个希腊神话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奇 那当然他们的天神就叫这个宙斯 那宙斯它是禁止我们人类来使用这个火 那但是这个普罗米修斯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话人物 他看到我们人类因为没有火就不能够吃熟的东西嘛 所以只能够入毛饮血 所以这个生活品质非常不好 所以他就是从这个阿波罗 阿波罗是这个火神嘛 所以他把它从那边偷了火 然后就送给这个人类 所以人类的生活 当然就进到一个新的一个境界 但是这个宙斯就很不开心了 所以他就是为了惩罚这个人类 所以就有这个所谓的潘朵拉的盒子 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啦 那但是他对这个普罗米修斯 那他就把它绑在一个高加索山的一个悬崖上面 那每天就拍一次这个老鹰 那去吃他的肝脏 要让他的 但是他的肝脏每天会就再重新长出来 所以日复一日 那变成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痛苦 所以这边就是有一个一个雕像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普罗米修斯 他就被绑在这个山上 那这边有一只这个老鹰 他就会从这个肝脏 我们肝脏是在我们身体的右 腹部的腹腔的这个右上的一个部分 他就会去着实他的肝脏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观察 因为我们知道肝脏它是具有再生能力的 所以我们正常的肝脏 如果甚至你切掉一半 像我们现在有一些 比如说父母亲或者这个小孩子 他就捐肝给他的一个亲人 这肝脏最多甚至可以捐到一半以上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肝脏 正常的肝脏 它是有再生能力的 可能经过半年左右 那么这个肝脏 就会回复到这个原来的一个大小 所以肝脏是我们身体里面 那几个可以再生的器官之一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有些会再生像头发皮肤 这个是会再生的 那肝脏本身是具有这个很好的一个再生能力 那有些器官就没办法再生 比如说这个心脏心肌的细胞 腎脏 或者是一些神经的细胞等等 这个坏了就坏了 所以这个大概就没有办法像肝脏 有这么神奇的一个功能 所以在古时候的人 他们就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察 那我们当然就现在回到这个现代 这个21世纪 到底我们对这个肝脏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样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肝脏 它是我们人体之内最大的一个器官 大概可以有3到3.5公斤左右 那同时它也是我们内脏器官里面 最错终而复杂的一个系统 比如说像心脏 心脏本身就是收缩 就像一个这个pump一样 就是把血打出去 那就是它的功能就是这样子 那肾脏当然就是把这个多余的水分 把它废弃入的话把它排泄掉 当然它有时候会分泌一些这个荷尔蒙 来做一些调节 但是肝脏的功能就不仅如此 那肝脏实际上是非常多才多艺 那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的一个功能呢 那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人类的肝脏的功能 如果把它集合在一起 我们就要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化工厂 才能够达到一颗肝脏 它所能够执行的一个这些功用 所以我们看看到底我们的肝脏 做了哪些工作 实际上肝脏是无时不刻都在工作的 当您在活动的时候 它的工作要更加的勤奋 睡觉的时候 当然它是可以有一点休息 所以像我们常讲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一般的人 尽量不要熬夜 如果肝脏有病的时候 当然更不要熬夜了 因为熬夜的时候就等于增加了肝脏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时间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从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生理学来看 生化学来看 那一个肝脏到底能够做的哪些工作呢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储存的工作 那我们知道我们当然吃了食物之后 那我们的食物会在我们的肠胃系统里面去消化 把这个大的分子变成小的分子 然后就可以分为什么脂肪、糖类、氨基酸等等 那这个就会从这个肠胃到吸收 那它就经由这个所谓的门脉系统 那进到这个肝脏里面 那肝细胞就会接触到这些小分子的物质 那它觉得可以利用 就把它利用掉 那多余的东西 它就会把它储存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这当然是人类在眼花上一个蛮特别的现象 因为古时候的人不像现代人 一天一定要吃三餐 古时候的人因为都是 就是还没有进到这个农业社会之前都是狩猎 所以它早上吃饱了 那根本不知道下一餐在什么地方 所以变成它吃东西的时候 多的它就赶快把它存在肝脏里面 因为可能接下来两天都没有饭吃 所以它就可以从这个肝脏里面 储存的物质像一些所谓肝糖 它会把它再转化成葡萄糖 那我们身体的细胞是可以利用 所以这个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储存的作用 那第二个作用是合成 那我们有一些小分子进来之后 像氨基酸 它在肝脏里面就会把它组合 变成一种我们常讲说什么白蛋白 高蛋白等等 那这个东西跟我们身体水分的平衡很重要 那后来也发现这个白蛋白 跟一些所谓的抗氧化抗发炎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是由它的一个合成的一个作用 那转化的作用 这个可能大家比较不清楚 我们常跟我们的病人说 如果你有脂肪肝你要少吃甜的 大家就觉得很纳闷 这个脂肪肝里面是脂肪 那为什么跟甜的有关系 这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糖分 当你进到我们的肝脏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过多的 它会把它转化成这个三酸肝油脂 所以它会变成脂肪 所以它有一个转化的作用 所以它储存在肝脏里面 所以你吃太甜的 你就有可能会产生脂肪肝 所以这个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个是当然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功能 其他的话 它有解毒的一个作用 因为我们常常也看到很多人说 你这个肝不好的话 你吃药要非常小心 因为很多的药物 我们可以说大部分的药物 那都是在肝脏里面去代谢的 我们肝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酵素 它可以把这些药物转化成它的有效成分 然后再去发挥它的效果 或是我们可以把一些有毒的物质把它变成比较没有毒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肝脏非常大的一个功用 因为我们常会到它什么东西都吸收 它没有办法区别说这个是好的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 所以好坏都收 但是你到肝脏里面就不能这样 它要做所谓的分类 这个是好的我就把它储存起来 这个是不好的我就把它解毒掉 然后就从这个胆汁里面把它排掉 这我刚才提到过的排泄作用 所以这个胆汁里面实际上很多都是我们这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代谢掉 然后净由这个胆汁从肠胃到 然后再把它排除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排泄的作用 再生作用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所以它如果受伤了它还是会再生 你把它切掉一部分它还是会再长出来 不过这种所谓的潜能跟再生还是有它的极限 如果说你一直破坏它一直破坏它 连续性的破坏 像有一些病毒性肝炎的患者 他一直在发炎肝细胞一直坏死 或是酒精性肝病 你一直在喝酒 那肝脏都没有时间休息 那它也会抗疫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再生能力就会达到极限 所以当我们肝细胞没有办法再复制的时候 那另外一种细胞就会增加了 就是我们叫做纤维母细胞 这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疤痕组织 那就是肝脏就会结疤 所以久而久之就会叫纤维化的增加 可能就会变成干硬化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肝脏非常的神奇 你怎么去伤害它都没有关系 反正它就是会再生 所以它也是会抗疫的 那另外的话就是整体来说 所以肝脏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陈代谢的一个角色 所以大家听完这样的一个解说之后 所以一定要对你的肝脏敬一下理 所以表示你没有肝脏 基本上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存活的 大概一天两天大概就不行了 你如果说肾脏坏掉了 那你至少水分少喝一点 可能还撑个几天 那当然所以肝脏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那肝脏的一些疾病 我们刚才讲说健康的肝脏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肝脏还是会受伤 那当然我们肝脏最大的一个敌人 至少在台湾或者说对亚洲人来说 我们比较重要的是所谓的病毒性的肝炎 所以目前我们大概知道是有五种肝炎病毒 那它会感染我们的肝细胞 然后当这个细胞产生这个破坏 那就造成我刚才所说的 你破坏之后可以再生就再生 如果不能再生的时候 我们的纤维组织会增加的 那就会变成所谓的纤维化 久而久之就会变成肝硬化 一旦变成肝硬化之后 有一些细胞的一些基因的组成它会改变的 所以这个细胞就从好的细胞变成坏的细胞 坏的细胞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癌细胞 一旦变成癌细胞 那这个细胞的增生就不受控制 就一米大一寸 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增加 所以如果你没有早期去诊断出来 早期做治疗的话 这个癌细胞可能就会大大的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病毒大家最近都很流行 大家知道什么新冠病毒等等 这个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微生物 它一定要在人类的细胞里面才能够生存 那这个它每一种病毒有它特定的喜好的一个细胞 比如说像冠状病毒 它就是容易侵犯到我们这个肺的一个细胞里面 引起一些肺的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那肝炎病毒它就喜欢到这个肝细胞里面 这原因就是每个病毒它上面有它的一个这个受体 那我们细胞上面有这个病毒的接受器 就好像这个钥匙跟这个跟锁一样 所以它们刚好能够配合在一起 这个病毒就会进到长驱直入到我们这个细胞当中 来造成对人类健康的一个损伤 所以我们目前大概有五个主要的一个肝炎病毒 那就是如果照这个英文来说的话 叫A B C D E 那如果有人是 如果是对岸 他们就用这个甲乙丙丁物 所以他们就叫甲型肝炎 乙型肝炎 丙型肝炎 丁型肝炎 丁型肝炎 跟物型肝炎 所以这个时候两者之间 我们可以互相这个对照一下 所以并不是说对岸有新的这个肝炎 实际上这个是就是命名的方法不太一样 那这五种肝炎病毒里面 我们简单是把它分成两种这个传染的途径 那如果是所谓的进口传染 我们小时候这个老师常讲说病从口入 那就是指这个A型肝炎跟这个E型肝炎 因为它是经由我们的嘴巴吃进去的 那最主要是我们的食物不干净 那被这个病毒所污染到了 那就吃下去 但是如果像新冠病毒 大家知道这个是所谓的肺沫传染 那或者说你就手到处这个摸这个桌子 可能上面有一些病毒的痕迹 然后你又去摸你的这个眼睛 耳朵鼻子 嘴巴等等 这个病毒就会进去 所以这个传染途径是这个意思 那另外一种的话 是经过这个血液跟体液传染 它跟吃东西比较没有关系的 所以像B型肝炎、C型肝炎或者D型肝炎 这个经由血液跟体液传染 所以以前这个政府常在宣导所谓的公块母池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公块母池是要预防哪一种肝炎 对 我想这个就是正确的观念 所以有些有些病人他还问说 这个我们这个B肝、C肝要不要使用公块母池 因为实际上它并不是经由这个吃东西口水传染的 所以这个公块母池最主要是预防这个A型肝炎跟E型肝炎 在座的听众都非常有正确的这个观念 那A型肝炎跟E型肝炎这个是不会变成慢性 这个我们就是比较不担心 所以你得过了,那好了就好了 就好像这个感冒一样 那你就也许有几天会比较不舒服 那因为它是急性的破坏 所以肝脏确实是会再生的 那再生以后就不会有事了 但是像这个B肝、C肝或者这个D型肝炎等等 这个会变成慢性的 那所谓的慢性肝炎就是你的肝细胞破坏肝功能异常 肝功能大家都知道 这个所谓叫AST、GOT、GPT 那这个如果上升超过半年以上 那我们在医学上就会说 这个病人已经进到这个慢性肝炎的状态 那一旦有慢性肝炎 就可能会造成我刚才所说的 什么纤维化、肝硬化、肝癌 这个就变成所谓的慢性肝病的三部曲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真正在临床上 那比较要注意的是慢性病毒性肝炎 也就是B肝跟C肝 那D型肝炎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病毒 它只会感染这个B型肝炎的代源者 所以当我们把B型肝炎控制好的时候 那D型肝炎的角色就变得很少很少 所以在接下来的演讲里面 台湾比较重要的慢性病毒性肝炎 就是B肝跟C肝 所以这是接下来的要讨论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一下台湾肝病的一个现况 那我一开始就说过 这个肝病就是我们的国病 至少在一、二十年前是这样子 因为原因的话就是可以看到 台湾一年大概有一万三千位这个国人 那会死于这个慢性肝病 跟他的一个后遗症 而这个慢性肝病大部分 都是B型肝炎或者C型肝炎所导致的 而这个后遗症就包括了肝硬化 跟这个肝细胞癌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 我们这个演讲大概算两个小时吧 这里面可能就有三到四位这个国民 那因为这个肝病而死亡 所以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健康的议题 所以我们的医界就一定要很努力很努力的 来达到这个消灭这个肝病的一个目标 才能够这个维护国人的健康 那不过我们的问题是在肝脏 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因为肝脏没有嘴巴 所以它不会讲话 所以它是沉默的器官 那这个当然也是跟肝脏本身的一个再生能力有关系 因为它会自我疗愈 所以当它受伤的时候 它就再生了 你也不会感觉到它有什么不舒服 等到70%的肝脏细胞都受伤的时候 我们身体才会出现一些症状 比如说你会觉得说胃口不好 吃不太下 或者浪神神 怎么睡都睡不饱 不过这种症状 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七成到八成 偶尔都会出现了 所以这个是非特异的症状 大家也没有人会马上想到说这个是肝肝发炎 那马上会去看医生 大家都会想说我再看看 可能就是睡得不好 或者工作压力比较大 再观察几天看看 但是如果当你开始出现比较明确症状的时候 比如说小便的颜色变了 变成叫做我们叫茶色尿 变得有点像乌龙茶或者红茶的颜色 这个表示说你可能开始出现这个胆汁排泄的问题 那厉害的时候就是连这个眼睛的眼白 它都会开始变成这个黄色 那这个我们叫做黄胆 所以出现茶色尿出现黄胆 我们大概就会马上想到是肝或者胆的问题 那当然有时候胰胀的问题可能有 我们也稍微会考虑一下 那如果再明显一点 可能就是开始会意识不清楚 因为我们的解读能力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叫做阿摩尼亚氨 这个毒素的就会累积 而这个氨会跑到我们的脑里面 它会导致我们的意识变得不清楚 这个我们叫做肝昏迷 或者叫做肝脑病变 所以如果出现这些很明显的全身性症状的时候 大概你的肝脏就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了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慢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 但是真正问题非常大的时候 它还是会哀一下 哀嚎一下 但是它开始哀嚎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大调了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过去的研究里面发现说 台湾的肝病大概六成到七成都是逼肝造成的 其他的话跟吸肝有关 不过最近有时候这个经济的环境不是很好 那有人开始就戒酒交愁了 所以酒精性的肝病也会慢慢的再增加 那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 这个时候酒精性的肝病还是要值得去注意 所以很多的病人可能大概占到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左右 他因为他没有症状 所以他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鼻肝或者吸肝的一个感染者 所以这样可能就会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机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种公益的医学讲座里面要做的一个呼吁 每个人都要注意自己这个肝脏的一个健康 那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台湾肝病最重要的元凶 那就是这个B型肝炎 那台湾的B型肝炎到底多严重呢 那这是过去的研究 如果是30岁以上的这个成年人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政府从1984、86开始做新生儿疫苗的接种 所以大概30岁以前的这个年轻人小朋友 大概B型肝炎都非常非常少了 可能大概就百分之一左右 但是没有打过疫苗的这个35岁以上的成年人 那我们过去的研究大概还是有15%到20% 它是一个B肝的一个感染者 所以大概六个里面就有一个 所以我们想说如果你是坐这个小课车 这个五六个里面可能就有一个是B肝的一个感染者 我想这是一个 所以这个算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肝脏的一个疾病 那除了得到这个肝病之外 那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 那这些B肝的感染者 他会走这个所谓的肝病的三部曲 那可能会产生这个癌症 那这癌症当然最主要就是肝细胞癌 那我可以看一下这是早年的 这个2011年这癌症的死因的排行榜 它是占这个第二位 那所以包括肝内肝跟肝内胆管癌 不过这个大概90%都是肝癌 10%是胆管癌 所以一年可能有接近8000位的国人 他是死于这个肝脏的一个肿瘤 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事情 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叫做新国病 新国病就是这个肺癌 所以现在这个国建署 还有政府也开始要推这些 所谓高风险族群的肺癌的一个筛检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 总之癌症确实对国人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 所以不管是肺癌或者是肝癌 那都值得我们去注意 那除了看这个癌症的死因之外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十大死因 十大死因的第一位 当然这永远都是不能讲永远 至少在目前他是恶性肿瘤 然后在第二位的话就是心脏的疾病 很多什么血管塞住 然后导致这个急性心肌梗塞 心律不整等等 像脑血管的疾病等等 中风肺炎等等 到以前在早期的时候 这个慢性肝病跟肝硬化 就是这个前两部曲大概都是第六名 那后来就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好的一些药物的使用 那我们开始把病人的疾病控制住 所以他们变成肝炎跟肝硬化的机会就减少了 所以你看这排名就一直往后面 这在2012年的话是退到第九名 到今年的话大概是退到第十名 所以我们常讲说学生如果退步我们不开心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慢性肝病跟肝硬化的排名在退步 那我们临床医师是非常开心的 表示我们过去所做的这些努力 那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 但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这个慢性肝病跟肝硬化 能够退出这个十大死因之外 这当然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 那任何的一个肝炎它都是走这个三部曲 就肝炎、肝硬化跟肝细胞癌 那这中间的连结 那我在前面有跟各位做过报告 那所以我想对一般的民众来说 我们就要先了解 因为这个发生率非常高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B型肝炎的感染者 或者是一个代源者 要回答这个问题基本上是非常的容易 那就是抽个血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抽血来检验这个B型肝炎的表面抗原 那这个所谓的表面抗原 是个病毒它所制造出来的一种蛋白 那它就会分布在这个病毒的一个表面上面 所以叫做表面的一个抗原 那这个表面抗原也是我们后来来做这个B型肝炎疫苗的一个蛋白 因为这个表面抗原它可以跟我们肝细胞上面的这个接受器结合 刚才讲过了嘛 钥匙跟锁 它就打开了 它就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身体可以产生表面抗体 它就可以跟这个表面抗原中和 所以这个病毒就无用武之地 这就跟我们现在的新冠肺炎的疫苗的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新冠肺炎它表面上有个叫极蛋白 Spike Protein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疫苗都是针对这个极蛋白来做出来的 所以它如果可以产生这个极蛋白的抗体 我们就可以预防这个新冠病毒进到我们的呼吸道 所以病毒的原理基本上是差不多 好,那我们就可以抽血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那另外当然是有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们现在的政府非常注重这个国民肝脏的健康 所以它有进行这个叫做全国性的一个BC肝的一个筛检 所以只要是我们的国人 那年纪在45到79岁之间一辈子 可以做一次BC肝的一个检验 这是政府出钱完全免费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下次有去这个诊所看诊的时候 你可以请他们帮你查一下过去有没有做过这个BC肝的筛检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想你就可以顺便做这个在成人见颈的部分 就可以加上一个BC肝的检验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BC肝的感染者 那如果检查了 那发现我是一个B型肝炎的感染者 那我到底要不要治疗呢 因为一个感染者它主要是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因为这个病毒在你的肝里面 所以它可能会发炎肝硬化肝癌 另外一个面向你有可能会传染给别人 特别是自己的家人 这些所谓的亲密接触者 因为它是经过血液跟体液传染 所以能够把这个病毒好好的控制 这应该是最重要的 这是利人也利己 对自己有好处 那也可以让这个病毒不要再散播出去 那因此我们来看看 我们对B型肝炎到底目前有什么一个比较好的药物可以使用 那当然这边在强调 我们的B型肝炎目前是没有治愈的药 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概就是把疾病、病情控制下来 让它病毒很低很低 那不要发炎 但是不能够根治 不能够根治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我们就是吃药把血压控制好 但是是不能断根的 这是目前B型肝炎治疗的一个情况 所以药物有很多 不过当然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 都是一些口服的药物 所以大概我们就会跟临床的医师 讨论之后来选择一个最适合病人的药物 那另外就是是不是每一个B型肝炎的感染者 都需要吃药呢 那答案也是不一定的 那就好像有些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 他如果可以做很好的饮食控制 体重的控制 不要吃太咸 因为他血压也可以控制的不错 那就也是不一定要吃药 所以B型肝炎也是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你身体的病毒很低 那你自己的免疫力 可以把这个病毒控制在一个不错的情况 那肝功能也都正常 那肝脏也没有什么纤维化 那这个大概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先不用药 但是还是要定期的一个追踪 那万一达到治疗的标准 可能我们还是会开始吃药的 那这边是给大家看一下 至少我们目前健保 到底他有一些规范 那跟我们讲说哪一些病人 那可以考虑吃药 那第一个当然你一定要是逼肝感染者 你没有逼肝你吃药干什么 所以就要持续超过六个月以上 达到我们这个慢性感染的一个标准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病毒量要多 那当然是超过2000或者2万 那第三个这个才是重点 就是你肝脏要发炎 你肝脏发炎超过两倍以上 我们一般医院的正常值大概40 所以如果超过两倍就是80 因为有的发炎才会导致后面的纤维化 如果你有病毒很多但是都没有发炎 实际上你也不一定会纤维化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一定要马上用药 但是如果你的肝功能已经开始高了 甚至有人高到好几百好几千 我想这个大概用药就要尽量的要及时 所以这是简单的原则 有病毒有发炎 这时候大概就要考虑要吃药了 所以治疗时期我们刚才提到过 那另外有一种就是你一定要用药的 这就不能再拖了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过 你已经出现防胆 甚至出现肚子附水 肚子里面都积水了 那已经出现肝昏迷 这个时候就不用再等了 这个就是用药的一个时机 那你本身已经产生肝硬化 我们还提到过肝炎、肝硬化、肝癌 所以已经接近到肝病的一个比较末期的阶段 这个也不要再等了 因为再等就是产生肝癌了 所以这时候也是要尽快用药 那这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 病毒量很高很高的 但是肝功能还是要上升 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用药的一个时机 那这我刚才提到过了 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45到79岁 那可以做这个BC肝的筛检 是今年才开始的 那原因就是我们的 刚才提到过我们这个肝病的医疗测清会 那我们在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 那我们有举办的一个这个论坛 实际上有点就像这个基金会 我们会办一些这个比较公益的一些论坛讲座 那我们会邀请这个政府的官员 来跟这个学者做一个对谈 那就目前的政府的一个政策 那做一些讨论 那可能政府的政策 有一些可能思虑不是那么周全的地方 或者觉得我们可以再努力 只要政府的财务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跟他做这样的一个建议 所以在那一次这个论坛当中 那我们就是建议说 因为台湾的BC肝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是建议说我们可以在 除了因为以前这种所谓的成人健检里面 他只有45岁那一年 可以做一次这个BC肝的筛检 所以而且真正使用的人不是那么多 那既然政府有这个美意 那财务又没有困难 我们就把它扩充 所以从45就变成45岁到79岁 那都可以来使用 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开会的一个合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人士 因为他们可以做决策的 包括这个陈建仁副总统 那我们这个陈时中陈部长等等 那这是我本人 那这位是国建署的这个王署长 所以这个就是手上有资源的 他也愿意跟这个学界做讨论 然后做一些政策的宣示 当然目的就是为了要维护国人的健康 那另外我们在用药方面 那也跟政府或者健保 那做了一些建议 那我们认为说这个肝病实际上 还是台湾的重要的一个国病 那如果能够及早用药 不要让患者变成这个肝因化 一旦变成肝因化再用药 只要有时候对病人的帮助 还是很有限的 所以从3月1号开始 那就是这个月 那又开始把这个健保 我们就扩大了这个给付的一个对象 所以包括一些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使用 有些像有些病人他是有什么风湿性关节炎 一些自体免疫疾病 他使用这些免疫生物制剂的时候 那如果他本身是有B型肝炎 是有可能会复发的 那以前政府就比较没有管这一块 所以那时候很多病人都要自费 吃这个抗病毒的药物 那经过跟他们的沟通之后 所以他们现在也可以健保给付 我们可以预防这个B型肝炎的一个复发 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改革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说肝功能要超过两倍两倍 但是这边我们认为有些肝功能 只要超过一倍就是不正常的 只要他病毒够高 那同时他已经有明显的纤维化 同样的这也就是一个疾病 已经到了后期的一个概念 我们就不要再那么严格的限制说 一定要肝功能要两倍以上 所以只要不正常 那就可以开始用药 所以这个就是今年的一个B型肝炎 在筛检上 还有在治疗上的一个改变 这个当然也是要 谢谢很多政府的一个单位 他愿意能够采纳我们的建研 那使用什么药物 这个大家不用记 因为目前我们现在能够用的药 大概有六七种 不过简单来说 就是分为打针的跟口服的 打针的现在大概已经都没有人在用了 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这个口服药 那目前的口服药都很单纯 大概就是一天一科 那就是一直吃下去 那当然健保有它的规定 有的吃三年 有的吃是达到目标以后再多吃一年 那如果像肝硬化 这样的一个病人 他就可以一辈子服药 那另外问题是说上车 我们现在用上车来做 比喻上车就是开始吃药 但是有没有这个下车的时机点 还是我上了车之后 就一直要做到这个人生的终点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我们刚才提到过 如果你本身已经是肝硬化 我们只要我们的健保 也是就让大家可以一直吃下去 目的就是可以减少 因为我们以前的研究 那这些肝硬化的病人 吃了抗病毒药的之后 可以至少减少60%的肝癌的发生 所以还是要继续用药 但是对有一些只是慢性肝硬 它可能还没有明显的纤维化 那我们现在的给付是给三年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停药 那可以下车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健保给付的一个条件 所以如果是像你试试这个口服药 如果你一抗原血清转患 那你就再多吃一年 那如果是一抗原阴性 它就是给你三个月的一个治疗 然后可能就要停药 不过停药我们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风险 因为我们过去针对这些停药的病人 做了大概一年到两年的一个追踪 这里面大概还是有一半左右 它的病毒会再上升 就超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然后它的肝功能还是有大概三成左右 会超过两倍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次的发炎 所以政府也是从善如流 就如果你停药之后 又产生这种复发的情形 是可以再做第二次的治疗的 那目前是对治疗的次数是没有限制 只要能够符合它的条件就可以 所以B型肝炎我们大概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所以B型肝炎在台湾是很重要的肝脏疾病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用药 那我们以前的估计大概是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那因为它肝功能有异常 所以可能需要用药 那有一些病人因为没有发炎 所以他只要追踪就好了 那目前的药物是不错 那它可以控制病情 减少疾病的进展 减少这个肝癌的发生 但是还不是完美的 因为有些人可能要一辈子的一个服药 那接下来我们会谈论 这台湾就是第二个重要的一个肝病的杀手 就是C型肝炎 那C型肝炎当然在去年是很热门的题目 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发现 这个C型肝炎病毒的 还有后续的一些研究者 他们得到了去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所以总共有这个三位这个学者专家来获奖 那当然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C型肝炎的领域上 有着不同的一个贡献 像中间这一位霍顿先生 他就是发现了这个病毒的基因体 那这一位奥特先生 他就是证实了这个病毒可以经过输血的传染 那我们如果去对捐血者做筛检 就可以减少C型肝炎传染的一个风险 然后这位莱斯先生 他就发现了一些可以在体外 那让这个病毒复制的方法 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你才有办法去做药物的筛选 所以他们在C型肝炎这部分都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贡献 所以他们得到这个诺贝尔的奖项 我想应该都是当之无愧 这就是刚才提到过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些发现 那实际上C型肝炎跟B型肝炎一样 它也是会走这个慢性肝病的一个三部曲 那只是说它的一个百分比不太一样 那B肝我刚才提到过 可能有很绝大部分 可能大概六成到七成 它都不一定会走到肝硬化肝癌这个阶段 因为它的病毒是会被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所控制的 但是C肝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是不太容易去控制它 也不太容易把它直接清除掉 所以它会造成一种很缓慢的 一种所谓的慢性发炎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经过了20到25年 那这里面大概有两成到四成 它就会发展成肝硬化 那经过了30年左右 那可能这里面就有一部分的人 他会发生这个肝细胞癌 所以C型肝炎最好是能够把它消灭掉 那也很幸运的 我们目前已经有清除C型肝炎的一个口服药物 等一下会再跟大家做报告 那C型肝炎在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前面有讲过B型肝炎在台湾 可能大概还有200万个代源者 因为一般人口35岁以上 大概15到20% 所以还是有200万个B肝的感染者 那C肝的话 我们在一般人口的一个感染率 上也是成年人比较多 因为它最主要是经过血液跟体液传染 大概是占2%左右 所以估计的话 大概只有40万到60万个 这个C型肝炎的一个感染 但是从过去的报告里面 很多人有感染 但是真正有接收过用药的只有14% 连五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这也表示很多的民众 根本也不知道自己 曾经感染过这个C型肝炎 既然不知道 当然就不可能去求医来接受治疗 所以一样的 我们第一步还是要知道 到底我们自身 有没有这个C型肝炎的病毒存在 所以同样的也是要靠抽血 那不过C型肝炎的抽血就很单纯 它只要测一个叫做C肝的抗体 不过到这时候 大家可能会有点疑惑 我们在B肝我们是测抗原 那在C肝我们就测抗体 那抗体不是都是好的吗 那为什么有抗体 反而是表示你身体可能有感染 所以这个又当然有点是 医学上的复杂性 那不过我们大概也知道 这个抗体有两种 有好的跟也不能讲不好 有好的有用的跟没有用的 那有用的话 就是它是一个具有中和性的抗体 它可以把这个病毒中和掉 让病毒就死掉了 那有一种它只是代表 你曾经被这个病毒所感染过 它并不能够去把病毒给中和 所以这个病毒还是很快乐 在你身体里面复制 那我们一般临床上所用的C肝的抗体 就是属于这个后者 它是一个没有用的一个抗体 那这只代表你感染过这个C型肝炎 那有抗体的人 我们过去研究大概七成左右 身体里面还是有病毒的 那怎么知道身体里面有没有病毒呢 那我们就是要做这个C型肝炎病毒 这个核糖核酸的检测 就叫做SCB RNA 那SCB RNA我想 现在大家也都对这个新冠病毒了解非常多 我们有一种叫什么病毒的快塞 实际上它就是在做这个病毒的RNA 这是一种RNA病毒它的一个特性 我们要做这个PCR 才能够去侦测这个病毒基因体到底有没有 所以当你抗体阳性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帮你做一个这个RNA的一个检测 那有RNA表示你有感染 那就应该要治疗了 所以这个非常的直接 那C型肝炎的一个传染途径 实际上跟B型肝炎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经过血液跟体液的一个传染 所以像一些什么静脉这个毒荫者 那有输血的人 那特别是在民国81年以前 因为81年以后 我们的捐血中心就做这个吸肝抗体的筛检 所以81年以后的输血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些感染者都已经被删掉了 那接受器官移植的人 那喜肾 因为喜肾常会有一些血液跟体液的接触 那或者说家里面有人是一个C型肝炎的一个感染者 那这也是要稍微注意 那或者说你在过去曾经开过刀 或者刺青、纹煤等等 这个时候也是容易有这个C型肝炎病毒的一个感染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过去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想也是要特别注意 那也是趁这个机会 45到79岁可以做一次这个BC肝的一个检验 那C型肝炎的治疗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 那实际上在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 大概30年前就已经有一些药物可以来治疗这个C型肝炎 那像我们在台大医院也做了全世界 那第一个这个干扰素合并雷霸威灵的一个临床试验 那也得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成果 所以在早年大概2017年就大概四五年以前 大部分都还是用这个干扰素跟这个口服的雷霸威灵来做这个治疗 不过可能有一些听众或者就知道 听过这个打过这些所谓干扰素的一些病人 他会说这个非常的不舒服 那打完之后隔天可能就会发烧 肌肉酸痛 然后雷霸威灵会造成贫血 所以他会用生不如死的感觉 那有些人认为说这个东西就跟化学治疗一样 所以很多病人听到要打这个干扰素 他就不见了 因为他就觉得他不想做这样的一个治疗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早期 就只有很少的病人接受治疗原因 不过在以前如果我们用干扰素的话 大概七成会有效 那还是有三成没有效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方式 那重点来了 所以也因为这个干扰素跟雷霸威灵有非常多的一个副作用 那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而且可能要打半年到一年 那个是蛮辛苦的一个过程 所以后来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个药厂 他们就开始去开发这个全新的这个口服的小分子的药物 他只要吃药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打针了 所以这是 而且这个中间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进展非常快 所以目前已经都是到第三代的药物 它是所谓的全基因型 所以只要一天吃一颗 那有些可能就吃到三颗 但是两个月到三个月 那就可以把这个病毒98%以上都可以把它清除掉 换句话说基本上有治疗就会好了 所以知道有吸肝有病毒 就赶快要到这个医疗院所去接受这个治疗 同样也是两方面的好处 你可以减少自己变成肝硬化肝癌的风险 那也可以减少这个把病毒传播给这个家人 或者这个接触者的一个机会 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下在台湾 我们过去对这个西型肝炎治疗的一个眼镜 那最早用短效的干扰素 然后加上雷巴微菱 长效干扰素等等 那增认到了大概2017以后 我们就开始用这个全口服的一个药物的一个使用 那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比较 所以全口服药物 这个打针子前面讲过 可能最多要打到12个月 然后效果大概平均大概7成到8成 很多副作用很多禁忌 这个健保当然在过去都是给付的 那现在因为已经没有人在用了 所以健保当然也不会给付了 那口服的药物的话 那疗程就很短 大概就两个月三个月 百分之98以上会好 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 健保也是给付的 那他这一个疗程的话 健保的给付的价格大概是19万多了 这20万有早 所以这个都是政府为了这个照顾 我们这个吸肝的一个病人 那所以才引进了这些一个全新的药物 当然我们在过去也针对这些全新的药物 在台湾做了不少的一个临床试验 验证了在台湾的吸肝的病人身上 那这样的药物确实是有效的 所以才会引进到台湾来 所以干扰素目前已经没有人在用了 所以如果还有医师跟病人说要打干扰素 那可能还是要请这个医师来上个课 所以目前我们大概只用比较长有这两个药了 所以这个药物就是这个经过战国时代 到最后的话就是只剩下一国就是统一天象 所以目前大概就是有两个药 那我们现在治疗也不用管什么病毒 什么基因型 以前还要分基因型来用药 现在都不用了 那不管以前也没有打过干扰素都可以 那你的肝硬化 我们刚才讲过有一种肝硬化非常厉害的 会晃胆的啦 肚子会积水的啦 会有肝脑病变 这个也不用担心 我们现在也是有药 可以来专门治疗这一种代肠失调的肝硬化 也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 那甚至大概12岁或18岁以上都可以使用 就算是青少年有西勤肝炎 也可以接受很好的一个治疗 那有的是治疗两个月 有的是治疗三个月 那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讲第一个还是要讲求疗效 然后再讲求不伤身体 那疗效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就是台湾有个西肝办公室 它可以就是收集全国治疗西肝患者的一个资料 这是到去年的年底所提出来的结果 所以治疗成功的比例 我们一般讲治疗成功 就是说你停药 我们在治疗比如说两个月到三个月 那你就停药三个月 然后再测一次病毒 如果那时候病毒也是没有 我们就算治疗成功 我们就会恭喜我们的病人治疗成功了 那我来看看这个成功的机会多高呢 我们到去年已经用全新的药可以到99.1% 所以不失败才是奇迹 不成功才是奇迹 所以这个成功是一定的道理 只有0.9% 它治疗是失败的 那我们把从2017到这个 因为早期的药物 我刚才讲过有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那在第一波的时候 这个药物还不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它治疗成功率就没那么好 所以整体来说大概可以到98.4% 所以那真正会治疗失败的 是非常非常的少见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得到这个悉性感应 或是这个家人、亲朋好友 有知道这样的讯息 一定要跟他说 要赶快去接受治疗 所以不过目前的一个困境 当已经知道有这个西型肝炎的 大概都会开始在用药 所以我们大概对西肝的治疗 也治疗差不多20万人 不过我们前面提到过 台湾的西肝可能有40万 所以换句话说还是有20万个人 他不知道自己有西肝 所以他既然不知道 就不会到医院来看 所以这是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努力的 就是要去做这个社区 或者全国的一个筛检 然后把这些潜藏的 这些西型肝炎的感染者 把它找出来 然后赶快用这个很好的药物 来治疗他们 这样才能够大幅减少 这个因为西肝所造成的肝硬化 跟这个肝细胞癌 所以在台北市的居民 或者新北市的居民 你可能感受比较没那么明显 如果是在中南部 像在彰化、云林、嘉义、台南 只要他们的这个 县市政府的卫生局 都非常注重这一块 对这个市民跟县民的一个筛检 所以他们都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检验 就是甚至在这个国家型的筛检 还没有出来之前 他们都已经在做了 所以他们也是诊断出来之后就赶快用药 所以至少我觉得在北市或新北市 我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个国家型的筛检的机会 去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C型肝炎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越红的地方 就表示C型肝炎越多的地方 所以我刚才讲的没有错 你看如果是在中部或者在南部 这个是这样C型 就颜色越深的话 表示这个C型肝炎的一个风险是越高的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所谓云嘉南地区 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筛检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而且比较能够达到这个成本效益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从2003年开始 我们有一个叫做B型肝炎跟C型肝炎治疗的一个试办计划 那就可以发现说我们这个慢性肝病 跟这个肝硬化它的一个排名就开始在减少了 早年的时候20年前大概都是排第六位 那一直到20128年前就降到第九位 那最近怎么样呢 这是2019年这是最新的一个数据 那这是十大死因里面 第一位当然这个还是二性肿瘤这个没有错 但是我们的慢性肝病跟肝硬化 现在已经退到第十名了 所以逐步的往后退了 那我们也是希望再过几年 那这个它就会退出这个十大死因之外 那讲完了B型肝炎跟C型肝炎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 那就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有所谓肝病的这个终极杀手 就是肝细胞癌 因为我们前面所讲的 不管是慢性B肝或者C肝 我们最怕的是我们的病人得到肝癌 大家听到这癌症就是蚊癌色变 而且实际上我们也发现 在这个国人的十大死因当中 癌症是第一名的 而这个肝癌是十大癌症死因当中的第二名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据 大家就会有印象更深刻 这个是国民健康署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各种癌症 它的一个发生率的一个趋势 所以这是从这个1996 大概就是二三十年前 就开始一直在追踪 那你可以发现有一些癌症是逐年增加的 这是发生率 所以像这个女性的乳癌 这一直在增加 那大肠癌是在增加 所以大肠癌是我们现在发生率最高的癌症 那因为我本身也是胃肠科的医师 所以除了这个肝病防治之外 那也是要呼吁 那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 能够去做这个粪便的前血反应 因为这就是大肠癌的一个筛检 大概50岁以上的话 两年是可以做一次的 那如果这个粪便前血反应是阳性 那就可以去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 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大肠癌 在早期的时候就把它揪出来 所以这个大肠癌 还是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 那另外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的新国病 这个肺癌 看起来也是在增加 那不过你可以发现肝癌 这个趋势是好像有开始在下降 所以看到这个我们也是非常开心 所以这个肝癌在发生率上面 已经比这个大肠癌 肺癌 色物腺癌来得少 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前面 把慢性肝炎还有肝硬化的病人照顾得很好 所以他们的对肝癌的发生就会下降 但是虽然在减少 这个数字还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他的一个死亡的人数 还是大概八千多位左右 所以虽然说减少 那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其他的癌症增加了 但是真正死亡人数还是高的 还是有八千两百位左右 那台湾的肝癌 实际上就跟我们这个慢性肝炎的这个原因是一致的 我们B肝最多C肝赤脂 所以我们在肝癌里面 在早期的时候跟B肝有关的 大概可以接近九成 那时候因为还不知道有C型肝炎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非B肝的一个感染者 可能这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二左右 那等到我们知道有这个C型肝炎的检验之后 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我们的B肝大概 跟B肝有关的肝癌 大概降到六成左右 那跟C肝有关的大概可以占到三成 所以表示 这也代表说C肝进到台湾 不是那么久 可能是最近 也许最近四五十年的事情 所以这些感染者要经过三十年四十年 他的肝癌的风险才会上升 那B肝因为是孤一有之 所以它一直的变化都不太大 只是因为比例的关系 现在C肝增加了 所以B肝的相对比例就减少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的数据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解释 不但不管是B肝或C肝所造成的肝癌 它的治疗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那同样的我们要讲一下肝癌到底有没有症状 再回到我们原先的说法 肝脏是一个很耐操的器官 所以就算你得到的肝癌 小型的肝癌 比如说五公分以下的肝癌 它也不一定会有症状 所以肝癌会有症状的时候 通常这个肿瘤已经超过五公分 甚至到八公分、十公分 因为表示你正常的肝脏 已经没有办法在支持你日常的生活的时候 那这时候才会出现症状 所以会出现哪一些症状呢? 第一个,它的肚子你会觉得有点脏痛 就是右上腹,肝脏在右边 那我们常常讲说肝脏是没有神经的 确实是如此 它内部没有神经 所以在早期是不会痛 但是如果肿瘤很大的时候 它就会撑到肝脏的表面 肝脏的表面有一层膜 上面是有神经的 所以它如果撑到那个表面的膜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出现肝脏的疼痛的一些症状 那第二个就是一样 因为肿瘤很大 它会跟你抢这个营养 所以你的体重会减轻 那你会觉得比较累 胃口会不好 那如果说它又刚好吃到血管 那我们血管的压力会增加 所以你就会出现这个腹水 肚子会有水出现 那这时候就是比较晚期的 我讲过了 这肿瘤一般是比较大 甚至已经有这个转移的一个情况 那也会出现肚子有积水 那这些下肢会出现水肿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过 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合成的功能就是这个白蛋白 白蛋白不足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水分就留不住在血管里面 它就会跑到血管外 那就引起这个下肢的水肿 那甚至引起这个肚子的积水 那同样的 那如果你这个 有这个门脉的一个高压 你会出现食道或者胃的一个静脉流 那压力再高一点 或者你肚子突然间用力的时候 那这个黏膜受伤 那血管就会破掉 那血管破裂就是会大出血 所以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出血而死亡的 那黄胆这个是当然 减免肝功能坏到某个程度 这个黄胆就会出现 那比较少见但是也比较可怕的 就是急性的腹痛 突然间右上腹非常非常的疼痛 那这个有可能就是肝癌 因为大到一个程度就破掉了 这是肝癌的一个破裂 所以出现这样的症状 大概就是比较晚期了 所以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做治疗 通常愈后也不是那么的良好 那一旦我们不幸得到这个肝癌之后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呢 那因为同样的癌症都是有不同的分歧 那所以不同的期别 我们大概就有不同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那如果说是你比较早期的肝癌 肿瘤比较小大概三公分以内 我们大概可以用电烧的 那至于说怎么样电烧等一下会有这个图示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拜托我们外科的同仁 那用这个开刀的一个方法 那现在开刀有很多的方式 你可以肚子打开的 你可以用腹腔镜的 或是可以用机器人手臂的 有各种各样的 那这跟我们的术后的这个恢复的时间是有关系 那如果比较中期的肝癌 我们大概就是会做这个肝动脉的一个栓塞 所以肝动脉的栓塞就是把肝脏的血管把它塞住 那简单讲就是把肿瘤饿死 那饿死就是肿瘤就会消掉 那另外有些是比较新的 这个健保可能还没有给付 用一种所谓的已久时的 这种所谓的放射线的一个治疗 那如果比较晚期的肝癌 那现在有所谓的标靶用药 有所谓的免疫检查点的医治剂 那有人说也会做这个肝动脉的一个 而灌注的一个化学治疗 那这个也是开始在台湾比较在关注的 就是你可以做这个放射线的治疗 或者可以做直指的治疗 那像台大医院我们有一个癌症中心医院 那在上个月我们的直指的治疗 你的机器也已经进来了 那目的就是当然要处理一些比较晚期的癌症 当然也包括这个肝癌 那另外有一种就是台湾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就是做所谓的肝脏移植 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的肿瘤 第一个没办法电烧 没办法开刀了 但是你肝脏功能也很不好 那如果你刚好有一个肝脏 可以来交换的时候 那当然你就可以做这个肝脏移植 当然肝脏的来源有两大类 一个是大癌的捐赠 那一个就是这是五等期以内 它这个活体的一个捐肝 大概是有这两个方式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可以使用的 对肝癌的治疗 那当然还是跟这个肝癌的齐别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肝癌大概可以分为 所谓的0期 A期 B C 跟D等等 那0跟A的话都可以算是 早期的一个肝癌 所以三公分以内 那0期是两公分 所以这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用 根除性的治疗 那就包括了开刀、电烧 或者肝脏的移植 那如果是中期的话 因为它的肿瘤可能就已经超过三公分 或者是好几颗 那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做算塞 刚才提到过了 就把肿瘤这个饿死 那少部分人是可以开刀 或者用电烧 如果它的这个掌的位置 都靠在一起的时候 那如果是一个晚期的肝癌 那通常表示这个肿瘤已经吃到血管 或者它已经转移到别的器官 比如说转移到这个肺脏 转移到这个骨头 这时候大概就没办法做局部性的处理 那这时候我们要做全身性的治疗 所以全身性的治疗 就标划所谓的标榜用药 那现在很热门的免疫检查点的抑制剂 或者做这个肝动脉的灌柱化疗 那已久时的这些维修体的一个放疗等等 那以后可能会有什么电脑刀、光子刀 各式各样的刀等等 那直指治疗 这个就是最新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但是如果你已经到了所谓的末期 就是群医束手 大概整整这个治疗 对病人的帮忙不大的时候 那我们就给它支持性的 所谓的安宁的一个照护 希望让它减少这个不舒服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肝癌的分歧 还有相对应的一个治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各种肝癌治疗的比较 那根治性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肿瘤完全拿掉 那这个我们以前的研究五年存活率 大概可以到七成到八成 这个算起来是不错的 那如果是缓解性的 就是像做所谓酸塞 我们是把疾病控制下来 少部分人可以达到根除 但是大部分的都还是可能有时候酸塞要做好几次 那它的一个平均存活可以到大概两年到三年左右 那如果是支持性的治疗 这个大概就很不好了 因为大概只给它一些营养的补充 所以一般大概三到六个月 那病人可能就会往生 那这个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电烧是怎么做 所以通常我们看到一个小颗的肿瘤 那我们就用一根这个针把它插到它的中心 那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 一个是打酒精 还有一个是放这个热把它这个烧掉 那打酒精一般是肿瘤两公分以内 那如果是三公分的话 大概还是用电烧 它会烧得比较干净 所以这个我刚才提到过一个是打酒精的 打酒精会比较痛 那电烧的话大概它的肿瘤的范围 可以烧得比较干净一点 所以现在大部分也都是用这个无线电瓶的一个烧镯为储 这个健保也都是有几副这些治疗的一个针 那这是肝脏的血管供应 因为我们提到如果你是一个中期的一个肝癌 那我们就要做所谓的动脉的一个栓塞 所以这是肝脏的一个血管的一个供应 所以它有一个肝动脉 那我们一般的大部分的这个肝癌的话 它的血液都是来自于这个肝动脉 那我们正常的肝脏血液大部分是来自于这个门禁脉 所以我们只塞这个肝动脉的时候 对正常的肝组织影响比较小 那反而可以把这个肿瘤饿死 那再一个比较复杂的就是对晚期的肝癌 因为这时候你没有办法做根除性的处理 所以我们可能要用所谓的标靶的药物 这有很多有口服的 口服大概有三四种 然后第二线的话就是可以用这个 这个有口服的那也有打针的 就是用所谓的免疫检查点的抑制剂 那这个大概都可以把这个病情控制的不错 大概都平均的存活 现在可以到接近两年了 以前大概是一年左右 那现在因为治疗的进步 而且我们可以把很多药物把它合并在一起 所以这个对患者的存活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忙 那这个是最新的 这个是所谓的免疫疗法 那免疫疗法它主要是打一些抗体 那抗体的话它可以让我们身体里面 对抗肿瘤的细胞能够活化起来 然后就去攻击这些肿瘤细胞来得到这个控制 那更新一点的就是所谓的免疫细胞治疗 这时候你不是打抗体 而是你把病人身体自己的细胞弄出来 等于在身体外面给它做一个魔鬼训练 去用一些激素去刺激它 让它变得比较具有战斗力 然后再把它输回到这个病人的体内 然后直接去攻击这些肿瘤细胞 不过这些通常都是还是比较早期的 这个临床试验的一个阶段 到还不是那么的完整 这个健保目前这个大概都还没有几 而且非常的昂贵 一个疗程可能大概动辄几十万 甚至百万元左右 那疗效也还不是那么的明确 所以真正要做这种细胞治疗的时候 还是要跟比较有经验的医师 那做讨论之后再来做决定 我想在座的听众应该都是没有肝病的人 所以当然前面讲了一些跟肝病有关的一些治疗 各个方面 不过我想因为大家都有亲朋好友 也提到过这个肝病在台湾蛮重要的 所以或许对没有肝病的人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跟肝病有关的知识 可以传达给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有一个比较正确的 这个治疗上的观念 来维护他们肝脏的一个健康 那至于都没有这些肝病的人 那我想我们就是要提供一些 保护你的肝脏的一些原则 其实很简单 我想可能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做得到 因为像星期间早上 大家可能应该10点以前就来到这个讲堂 所以表示大家的这个生活一定是非常的规律 所以昨天应该没有很晚睡 所以今天才能够早起 所以要保持这个规律的一个生活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准则 那第二个准则的话 就不要一直待在家里 不要宅在家里 要记得要出来走一走 然后晒太阳 运动 跑步等等都很好 或者听人讲也不错 那可以维持这个旺盛的一个体力 那第三点的话 因为肝脏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陈代谢的器官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均衡的饮食 让这些各式各样的营养素 都可以送到我们的肝脏里面 去做合理的一个分配 也不要吃太油太甜 因为现在有一种叫做新兴的肝脏 就是新的肝脏疾病 就是脂肪肝 这个我今天就没有特别讲 因为这个实际上跟很多新陈代谢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注意均衡的饮食跟这个运动 把这个多余的热量跟卡路里把它消耗掉 我想这个脂肪肝也应该不会上升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保护肝脏的三个原则 当然另外我们要避免掉会伤害到肝脏的物质 比如说酒精 喝酒这个会伤肝 这个大家都已经都非常的一个清楚了 另外其他我说饮食的部分 就是高热量的东西我们要少吃 那今天我们是要另外我们要多吃这个食物 而不是食品 食物的话就是它的原型 然后就不要再有很多的一个加工 那食品的话当然很多加工会放一些防腐剂 化学的东西 虽然说都是合法的容许的 但是我想这个对肝脏来说 也都会增加他们的一个负担 所以这是在饮食上给各位的一个建议 那另外虽然你自己本身没有肝病 但是我想基于这个健康维护的一个原则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定期的筛检 确定自己没有这个B肝 C肝 脂肪肝 酒精肝 各式各样的肝等等 那如果你已经是有这个肝脏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要定期的追踪 通常是大概是三到六个月 至少一年要看一次 你的医生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时候 那如果你已经有某种程度的一个肝脏的变化 已经达到这个治疗的标准 那我想我们就要勇敢的面对 那跟这个医生讨论之后做非常积极的治疗 那举例来说C肝现在已经可以痊愈 那B肝虽然不能够痊愈 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控制病情 所以一样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 那这个是许清川教授 他们的一个肝病基金会 那他是他们今年的这个slogan 然后口号 或是他们想要办的活动 那这也是两天前的事情 今天是3月14 那两天前是3月12 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了3月12是什么节 是什么节 还有人记得吗 植树节 不过以前都会有人去公园种树 现在好像都没有了 那一天当然也是这个孙中山先生 这个逝世的一个纪念日来 那也大概都知道这个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他是死于这个 以前都说死于肝癌 不过后来好像有一些证据说 他好像不是肝癌 可能是胆管癌 但是其实不管是肝癌或是胆管癌 大概都是跟这个肝脏有关的一个疾病 那因为肝脏是沉默的器官 而且藏在我们的肚子里面 所以平常看不到也摸不到 所以这个肝病基金会 他就是除了在过去做了很多的筛检之外 他今年是要提出来一个新的一个做法 就是要怎么样来保肝呢 就是希望每一年能够做一次这个腹部的超音波 能够照住这个肝脏的一个健康 所以他们的口号就是说 你今年超了没 以后就是以后的每一年的见面的问候语 就是这个 这样经由超音波的筛检 我们可以发现有没有脂肪肝 有没有这个纤维化 那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异常 甚至看到所谓的肝脏的这个肿瘤等等 小的肿瘤如果确认是不好的 赶快把它处理掉 那如果是良性的 那不用担心 就只要定期的一个追踪 看看它的大小就可以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 跟大家所做的一个呼吁 所以最后大概几张幻症片 还是在强调这些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肝病 对台湾的人民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重视这个肝脏的健康 还有这个肝病 绝对不可以忽视 所以也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听了一场演讲之后 就结束了 这样这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 各位听完之后就是我们的种子 要把今天听到的讯息往外散布 那你一个人传给五个人 五个人传给五个人 这个就是一个等比级数的一个增加 这样我们让全台湾的人民都可以知道肝脏的一个重要性 那一旦是有肝病 因为前面讲过台湾有200万个B肝的感染者 有40万个吸肝感染者 加起来就在240万 所以大概台湾现在2300万2400万 大概有十分之一都有这个肝病的一个困扰 所以真正有达到需要治疗的情况 一定要积极治疗勇敢面对它 那刻不容缓 绝对不要让我们接受这个治疗的权利 睡着了 因为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健保 那有给付的一个项目 所以积极治疗 那绝对不要轻言放弃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打造一个 免于肝病威胁的新世代 因为B肝我们现在有疫苗 所以35岁以下已经没有这个B肝的问题了 35岁以上还有 这种肝已经提到过 可以去好好的处理它 那吸肝我们就要把剩下的20万个不知道的病人 把它找出来再好好的治疗它 所以我们的期待 就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个世代 那不要再受到这个肝病所荼毒 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没有肝病的美丽岛 那我想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演讲的一个主题 肝脏健康快乐生活 那希望我今天的演讲 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感受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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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是进入双向沟通的方式了 那我们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 我们两边都有麦工 请您举一个手 请您举一个手 我们把曼工给您 然后向组长人请教 请您举一个手 好,来 来,医生请教您一下 刚刚有没有提到这个幽门感境 因为我常年大概有十来年都是幽门感境 但是我有照胃镜以后 它会给我吃药 可是好像到身中还没有根治 对 那个幽门感境听说也会导致肝阴化 幽门感境可能跟胃癌比较有关系 那它会引起这个消化性的溃疡 它会引起这个胃癌 所以通常我们会诊断这个幽门感境的话 大概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你会去做胃镜 然后胃镜的话 它有时候会做切片 然后切片在显微镜下面 看看有没有那个细菌 如果有细菌存在 就表示你有幽门感境的感染 那另外一种做法是可以做吐气的检查 你就喝一点东西 然后吐口气 它就会说 你有没有这个幽门感境的这个代谢产物 那有的话 也表示你身体有细菌的存在 那通常如果确定有这个幽门感境的感染 就会开始做第一线的治疗 它会给你吃抗生素 还有吃一些降胃酸的药 这个整个疗程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左右 那这个疗程完了之后 那当然很多人不愿意再做第二次的切片或胃镜 它就是做吐气的检查 看看这个细菌有没有消灭掉 那如果消灭掉就没事 通常我们第一线的用药大概九成会有效 但是还是有十成会失败 不一成会失败 那失败就表示说这个细菌 对我们第一线的用药 可能叫做抗药性 那这个时候就要做这个第二线药物的一个治疗 所以您的情况也许是 是不是照我刚才说的 有先做这个第一线的用药 那后来确认可能细菌还在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要考虑做第二线的用药的使用 请问一下 通音波可以看出这个肝硬化或是纤维化 另外一个是做酒精肝 没有喝酒可能都喝我只酒精肝 你没有喝酒当然不会有酒精肝 所以第一个就是误会了 那它不会说你有酒精肝 它一般说也许你有脂肪肝 或是说你这个我们常常抽血里面有个叫做GGT 但是那个有时候健康检查 它中文就写说什么酒精酵素 所以他看到这个上升 那有些医生他不假思索 就说你有酒精肝 实际上你有没有喝酒你自己最清楚 你没有喝酒当然不会有这个酒精肝 那第一个问题用超音波能不能看出来有肝硬化 那如果很明显的肝硬化 超音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但是如果很早期的肝硬化 有时候超音波就不太容易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比较新的检查 叫做所谓的肝脏的硬度检测 或者叫做纤维化的扫描 那他看了之后就可以跟你说 你肝脏的硬度大概是几分 那如果超过12分以上 那大概就是有这个肝硬化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客观的一些检验 来知道这个病人有没有肝硬化 以上 好下面来 请问医师 那个肝脏 肝那个有水泡 那是怎么回事 好这也是很常被问的问题 那水泡一般是俗名 学名的话叫囊种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超音波的时候 肝脏可以看到有一块黑黑的区域 那里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液体 那很多是所谓像水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称之为水泡 那在过去的一些看法 那为水泡它是一种退化的现象 就是当你年纪增加的时候 我们身体有一些比较小的胆管 他就可能就堵住了 就有点像这个 以前常常说什么 地震或者吐石流之后 那有一些就变成了烟射壶 因为前面塞住了 所以后面就胀起来 所以他的胆汁就排不出去 就会鼓起来 所以这是一种退化的现象 就我们常跟病人讲说跟作文一样 所以你年纪大可能就会出现 那他对健康一般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们在过去也曾经看过 有些水泡到接近20公分 他也一点症状都没有 那唯一的例外 就是你叫做多囊性 就是他肝脏里面是有密密麻麻 密密麻麻的水泡 那最大可能20公分 小的到一两公分 所以他的整个的肝脏里面都是水泡 那个大概是一种比较像 遗传性的一个疾病 不过如果只是一个肝脏的多囊性的一个病变的话 通常对肝脏影响也不大 只要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多囊性的肾脏 因为这时候他会造成肾衰竭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多囊性的肝脏 我们就要往下看肾脏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有的话就要转介给这个肾脏科医师做处理 谢谢 这边好像也有 好 来来 谢谢医师 告诉我们这么多肝脏有关的参数 非常感谢 那我这里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是说乳癌很容易转移的话 它会转移到哪边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那个B型肝脏、C型肝脏要筛检 事先要不要空腹 或者是说连水都不能喝 好 谢谢 那我们就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我们做这个B膝肝检查的时候 是不需要空腹的 因为它检查的是抗体 所以它不是检查 我们一般真的要空腹的 只有什么血糖、三酸甘油脂 那个要空腹 但是如果你是做成人健检加B膝肝筛检 这个就要空腹 因为成人健检里面有包括血糖 如果你只是做B膝肝 这个是不需要空腹的 第一个问题是乳癌 我想癌症都是有个转移的特性 我们开宗名义就是说 肝脏是身体里面最大的器官 因为它是最大的器官 所以当然别的这些癌细胞 会跑到肝脏的机会 当然就比较大 所以实际上肝脏就是乳癌 一个很容易转移的一个地方 当然癌细胞它全身都会有 有人甚至会跑到 除了头发不会被转移之外 很多器官都会被转移 肺、骨头、肠子、肾上腺 这个大概我们过去 甚至皮肤 我们大概过去都曾经有发现过 实际上一旦发现了 我们当然就是要做一个 全身性的一个治疗 谢谢 好,没关系 再待会儿来 请不要紧 我们尽量让您问 医生本人 本人因为那个 参加那个筛检 有吸肝 吸肝的阳性加 是 那后来我就去那个 去医院 去那个好心肝医院 是 那去验那个病毒量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那我以后还要再去验 还是说 就放心了 因为我今天已经快80%了 了解 那我们常常讲 这种检查 不是百分之百正确 那我们这些检验 有所谓的假阳性 跟假阴性 所以这种抗体的检验 有时候会看到假阳性 那所谓的假阳性 就是说你抗体是有 但是你做了病毒 发现病毒是没有的 所以表示抗体是假的 这个假的意思就是 我们身体里面 特别是在年纪增加的时候 我们会制造很多很多 特别的这些蛋白质 那这个蛋白质 可能会跟那个检验的试剂 产生交互作用 所以让你变成一种 一般是弱阳性 那阳性都不是很强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种弱阳性 我们有时候直接就跟病人讲说 你这个大概是假阳性 是不用特别担心的 那何况是 您都已经做了这个吸肝的RNA的检测 也是阴性 所以这样就不用特别在 特别注意了 只是说以后 如果你因为 又去做这个吸肝检测的时候 可能医师又跟你讲 你有吸肝肝炎 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我只要自己知道 我们身体里面没有病毒就好了 所以也不需要接受特别的治疗 是 谢谢 好嘞 那个 刚刚高医师有提到那个公块母石 那公块母石最主要是在抑缓那个A缸 对 对不对 是 但是我们以前的观念都会认为说 B缸跟C缸也是需要抑缓的 是 因为是不是 因为你刚刚一开始有那个 抖影片有讲到说 这个B缸跟C缸是精乳体育 血液跟体液传染 对 所以我们就 我就有点纳闷说 既然会经过体液 那为什么 因为公块母石 所以公块母石当然有几个用意 一个是卫生上的疑虑 那一个大概就是希望能够预防一些 精口传染的 口水传染的疾病 那 所以 主要是预防像所谓A缸 E缸没有错 那能不能预防这个BC型肝炎 这个理论上是可以 但是 很少数很少数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发生 那 能不能预防这个BC型肝炎 譬如说 你是一个B缸的感染者 那你有时候 口腔里面会有一些溃疡 或者你因为牙周病 我们常常这个刷牙 会有一些小出血 那这时候这个血液 就会在你的口水里面 那这个口水就会有 等于是有血的意思 所以这时候口水里面 可能就会有一些病毒存在 那如果 在跟你用餐的人里面 他刚好 他也是有口腔的伤口 那这个病毒 刚好就叫天时地利人和 那经由这样的一个途径 那进到他的 另外一位的身体里面 这个当然就有可能造成这个 B型肝炎病毒的一个感染 不过必须要说这个机会 只要是微乎其微 而且口水里面的病毒 也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也并不足以达到 引起这个感染的一个情形 请不要客气 几乎很难的 来 明明 请问一下 许昕山教授 那个许昕山教授 附约说 一年超一次 那超一次 如果对肝 只是检查 有没有种 种在哪里 那对B肝 C肝 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 谢谢 你如果本身就已经知道是B肝跟C肝 你本来大概半年跟一年 就应该做一次超应波的检查 所以他现在主要是在讲说 你本身就都没有B肝、C肝 那这只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着想 所以你就至少一年去做一个肝脏的一个超应波 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别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过 你可能是身体别的地方有癌症 那他可能转移到肝脏 这里当然也可以希望能够早期发现 或者发现一些什么胆结石 或者刚才提到过什么水泡等等 这个我想对一般的民众的一个健康的知识 我想是有他的帮忙 谢谢 我们前排好像也有 好 没关系 来 接会 还有时间 非常谢谢医生 今天非常精彩的演讲 谢谢 那我本人是肝内胆管癌 术后12年 那我 但是我有被歇视症 免疫疾病 我就不知道我肝脏这块 就放了 还是说 还是要定期去给医生看 好 了解 通常我们肿瘤 开完刀之后 大概五年以上 我们就说认为这个就是痊愈 不过当然这种肿瘤 有时候真的很难说 而且年纪增加 本来肿瘤的风险也会增加 也不一定是原来的肿瘤复发 可能是新的肿瘤会出现 所以我建议 我们当然还是要定期做肝脏的一个像超音波 还有一些肿瘤的一些指标 肿瘤标记 像CA199 那这样一些检测 可能对肝脏的维护是比较好 那真的 胆管癌这个开完刀之后 有这么长期的存活 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谢谢 好 来 给您 你就说吧 好 谢谢 首先谢谢高副院长 给我们讲的这么精辟 和这么好的肝脏健康的讲座 那我是想请问一下肝脏健康这方面 院长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 什么好的保健方法 对将来预防肝脏病的发生 和快乐的生活 谢谢 所以我们就是刚才所提到过的 我们保健有大概三个准则 就是当然还是从生活的习惯开始做起 就是维持均衡的饮食 然后活力要运动 另外的话就是要有规律的一个生活 这当然尽量去减少肝脏本身的一个负担 避免一些增加肝脏工作时间的一些行为或者措施 至于也许你要问的说有没有什么一些保健食品 可以增加肝脏的一个活性 当然你说在市面上是有一些这样的保健食品 也有得到一些政府单位的一些认证 不过我觉得这个大概就看自己每一位民众 还有他的一个想法 如果说你能够确实做到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三点的话 一般来说肝脏是不太容易老化的 你就到这个人类 九十岁、一百岁 我们看起来如果他都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他的肝脏、他的肝功能实际上是跟年轻人差不多 因为他本身有再生的一个能力 所以你只要不去伤害他 倒也不用刻意的去保养他 而且我们讲说你说吃一些药物 就算他是保健食品 他也是要在肝脏里面去进行这些代谢 所以他一个长期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不是那么的了解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参考 谢谢 请教官部院长 这个韦力德的用药司机是什么 健保不及入食 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再吃 或者是说先停药观察 那在这停药的时间 会不会说肝脏会急速的恶化 那这个韦力德他长期使用 他的副作用是什么 谢谢 好,谢谢 所以韦力德的用药时机 跟其他用药时机都一样 就是符合我们健保的条件 比如说你是有肝硬化 当然就可以终身服药 那依抗养阳性 就是肝功能要超过两倍 那就一直就可以开始 那依抗养阴性 就是病毒要2000以上 肝功能两倍以上 那我们当然今年有个新的条件 你如果是有明显的纤维化 然后肝功能只要不正常 那病毒在2万以上 这也可以开始吃这个 韦力德的一个使用 那韦力德是目前 当然是比较新的药物 他实际上就是 惠力陀的下一代 所以惠力陀他的副作用是比较大 他也会引起一些肾脏的问题 骨头的问题 那现在因为您特别提到的是韦力德 所以韦力德就已经把这个 这个惠力德所造成的这些副作用 就已经把它解决了 所以他的一个 目前的副作用 一般是比较可以接受 不过同样的 因为他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药物 所以长期使用 有没有一些新的 额外的这个副作用会出现 这当然我们需要再做一些观察 没关系 两位 请等一下 那同时间 怎么样 哪有时间 那左边先好了 左边先 医师你好 我想请问 就是 因为我在文章上 很多地方都会看到说 肝脏的休息时间 是大概11点到3点 那 刚刚又说是一个规律的生活 那如果说假设我是一个很规律的都大概2点岁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就是也算是一个规律呢 好 这个实际上要从人 人类的演化开始说起 那你说 你说那个在早期的 这个原始的人类 当然他可能也没有什么规律生活 他掺风露宿嘛 有野兽来的时候 马上要赶快醒过来 所以没有所谓的那个我们叫日夜的一个节律 这个大概是要到进入这个农业社会以后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所以但是也是经过好几万年 甚至几十万年的演化 所以人类就开始比较适应这种所谓的日夜的节奏 所以我们的细胞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的一个改变 那当然你说你现在因为有时候工作的关系 或是个人习惯的关系 那你会比较晚一点 就寝 但是如果说你 这就变成你的习惯嘛 那久了之后当然我们的细胞或许也会跟着做一些调整 那只要你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不良的这个习惯 那我想对整个身体的健康 特别是对肝脏的健康应该是还好 但是重点就是你这个休息的时间还是要足够 你虽然说这个两点睡 但是不能四点就起床嘛 那营养也是要均衡 那我觉得这个只要睡眠的时间充足 那细胞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那我个人认为是还可以啦 因为有时候工作的问题你也没办法 像我们在医院里面有些这个副理师 他还是要轮这个小夜班大夜班 这个是没有办法 这是因为工作上 只是说他们真正下班 就是真的要得到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跟休息 谢谢 好我们拿麦克风的志工非常辛苦 请您做的就可以了好不好 请您做的 我们拿麦克风请您做的 来来来 给大家请教一下 我们这个肝脏是可以再再生嘛 那么请问一下大概割了四分之一 你看看想说好像半年以后就可以再恢复回来 对 割了四分之一 半年以后是不是可以再恢复长到原来的那个大桥 对 所以我的前提是说你的是健康的肝脏 那比如说你是捐赠肝脏的捐赠者 那这个当然是有机会可以恢复 那如果你本身的肝脏是不健康的 因为他已经有点纤维化了 有点肝硬化 就像有些肝癌的病人 所以他开完刀之后 他的再生能力就没有那么好 因为他的剩下的这个肝脏组织里面 很多是疤痕组织 他正常的肝细胞没那么多 所以再生能力就不是那么OK 所以不一定半年之后就会长回跟原来一样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现在很多 刚刚看你那个肝脏肝的那个 现在癌症 很多的小女生女孩子 他乳癌好像长得非常快 可是乳癌 他有可能就是蔓延到肝脏 那这个 这个女性的乳癌的发生率这么高 是不是有哪个原因 就当然这个 那高益是不是肝脏全科 就是说女性的乳癌 为什么忽然间发生率这么高 对 我想这个也是很非常值得这个注意的问题 那当然乳癌的发生有很多因素 有些是基因的遗传因素 那有一些我们现在认为 像这些环境荷尔蒙的因素 可能会导致这些细胞的癌化 因为这个乳癌很多是跟荷尔蒙有相关的 所以这个当然要进一步再做一些研究 现在我在想 是不是现在是很多女孩子 她们不愿意生 说结婚以后 就是吃了很多病药 这个病药就是一种荷尔蒙 是不是这样这个原因 这个在过去研究它是一个危险因子 就是说你没有生育的话 这是一个危险因子 来请 没关系 来 后面这会先 请问那个高副院长 我是有那个B型 不是我讲错 对对对对对 我是有B型 我讲错 我是有B型 肝脂肪 中性的 就这几年才有 就健康检查发现的 后来我就找中医 结果中医就说 这个是没办法的 你要去运动 我说有啊有啊 我说运动好几年了 以前没有长 可是现在长不起来了 然后就朋友介绍 我就去找另外一个中医 还好 那个中医就说 你是中度的 我可以帮你降到低度的 结果是真的 我看了五个月 他就帮我降了一半了 然后我再去检查 五个月以后去检查 那个医生说 奇怪那很好啊 你现在是中度跟低度的中间 那我也很怕 万一哪一天我就变成高度的了 因为年纪该来越大嘛 那如果他变成高度的 我会怎么样 好 我要怎么办 应该不会怎么样 其实重点就是说 这个脂肪肝 那只是一个表象 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是 他后面的事情 比如说你的肝功能 有没有异常 你虽然是中度脂肪肝 但是肝功能跟正常 他没有经过发炎 有没有讲过 你没有发炎 他就不会有什么纤维化那一些 那脂肪肝只是代表 你身体里面对脂肪的代谢 出了点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大概一个就是 饮食上要去控制 刚才讲过 不要吃太甜啊 不要吃太油啊 然后运动 运动可能稍微增加一下 那其他就是体重的减少 体重的控制 应该是最重要 所以如果你的体重 可以减少到 我们以前的研究 百分之八 那通常脂肪肝 就会不见 好 请 请问高医师 我们要怎么看待 CA199的检验数值 像我本人都有定期 他一下七十几 一下八十几 一下五十几 尤其做过胃镜检查之后 医生会给我两个礼拜的 类似消炎药 那个时候就降到五十几 这高低起伏 是不是类似血压这样子 然后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的 常见的问题 这病人真的是蛮困扰的 那我常常讲过 这个检测就是检测 它就是代表一个现象 那真正我们在意的是 它后面的事情 那有些人 他如果他的胆管 有胆结石 或者以前有这个胆管结石 的时候他的CA199 就会比较偏高 因为他代表说 这里面胆管里面的细胞 受到某一些刺激 所制造出来的 那只要不是一直往上冲 我们就比较不担心了 不过当然你如果第一次发现 他有指数有增加 因为他正常是大概37 所以如果大概四五十 有时候比较没有特异性 那如果真的超过100 这时候特异性比较高 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 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 包括超音波 甚至包括电脑断层 因为CHL主要是两个器官的 一个癌症的指标 一个就是胆管癌 那刚才也提到过 一个就是胰障癌 所以这两个器官 我们大概要特别注意一下就可以 那如果你检查过都没有 那你就是 那这真的是起起伏伏 那可能就把它当做一个 非特异性的变化就好 谢谢 好,来,来 我请教那个副院长 请教我 因为那个常常 他变得不正常 有时候便秘 有时候拉住 常常这样 所以我们很注重那个 不变全体检查 是 我们两年多就做一次 很好 但是我到达75岁以后 那就不能检查 对,这个是政府规定 自费检查 其实也不一定要自费 其实你就是到医院 你跟他说你有这个症状 那实际上这个是可以用健保的 我们讲说那个 就是政府补助的那种健康检查 是没有症状 你现在有症状 理论上就可以用健保的检查 到底不一定要自费 那假如我年纪大 我那个疗症状 我那个疗症状 也就是说大痰性检查 都很多那个 习肉 习肉 那我 几年要再做一次不要 如果你的习肉是 都是良性的 因为他通常把习肉 会拿下来做病理检查 如果都是良性的习肉 一般大概是建议三到五年 那如果年纪大一点怕的话 就是三年做一次 但是 但是每一年都要做分辨前却反应 好,谢谢 但是那个 老人家不是说做普通检查 不是怕做麻醉会有危险吗 你如果没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大概做麻醉应该是还好 麻醉科医师会评估 他们有一个风险评估表 你风险太高 当然他也不敢帮你麻 如果他敢帮你麻 表示风险没那么高 谢谢 是 是 好 来 品质不好会不会影响这个 会的 对 如果说一个人 本来肝功能都不错 突然间高起来 但又不是很高 我们真的讲的高是超过80 如果这种四五十有很多是受到别的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睡眠 睡得比较 抽血前几天睡得不好 或者说你有吃一些什么药物 这可能会造成一些肝功能异常 那如果特别是GOT上升的时候 有时候怕前一天有做比较激烈的运动 这个GOT也会上升 因为GOT从肌肉里面也有 所以再追踪就好了 等等 是 我还有一个问题 刚刚有提到环境荷尔蒙 环境荷尔蒙例如什么 我不懂 谢谢 环境荷尔蒙就像什么塑化剂 类似的那种就是环境荷尔蒙 是塑胶的制品 所以这个就不能摆太奖了 請問一下高院長,如果年輕的時候有過假肝 那他的育後照理說是應該很不錯的,可以恢復 但是臂草仍然反映出來好像曾經肝臟細胞有過損傷 像這種狀況下還要不要進行一些特別的健康食品的保健 假肝就是我們剛才說的A肝,A肝一般它是只會產生急性的發炎 它不會變成慢性,那你說用所謂的B超就是我們的超音波 看到有變化,因為超音波的檢查有時候蠻主觀的 很多的醫師他看完之後他最後都還是幫你打一個好像有什麼實質性的一個病變 只要也許並不是有這樣的一個情形,倒不用被因為這些檢查的結果所嚇到 只要你的肝功能都是維持在我們這個正常值以內 至於你問的問題就是使用這些保健食品,我剛才也說過了 這就是我們按照自己的一個情況來做決定 如果你的一般都蠻正常的,也沒有什麼特定的一些因素的話 保健食品的攝取就不一定有它的一個必要性 不過這個每個人可以做他自己的選擇 好,謝謝 謝謝 好,那就最後一位好 來 請教副業長,那個維力德人藥他這樣的停藥的條件是什麼 那我剛才問的是說因為健保局他有一定的給付條件 那一個月要致付要6000塊 那想說這個6000塊到底是花的值不值得 會不會說我用藥以後肝會有什麼 是,我們了解你的問題 因為我剛才已經提到過 當然在健保裡面他有一種情況只能用三年 所以你現在的情況就是三年,因為健保值給付三年 所以你接下來要停藥 那你要不要繼續再致費用藥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看第一個病人他的肝臟的一個狀態 如果他已經是明顯的纖維化 那還沒有到肝硬化,有到肝硬化健保就讓你一直吃下去了 明顯的纖維化,或者過去你的肝臟的發炎曾經非常厲害 有時候我們就會跟病人討論 因為你這個停藥之後的一個復發的風險蠻高的 我剛才提到過我們以前的研究 病毒會再出現是一半 然後肝功能會上升到兩倍以上是三成 如果我們的患者他對這種復發他心有恐懼 那他就自費吃藥 因為你只要吃藥你的病毒就不會出現 肝功能就不會高 那你的健康就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但是有些病人因為經濟的問題他沒有辦法繼續用 你剛才提到過一個月可能到六千塊左右 那我們就按照健保的規定就是停藥 但是我們就會比較密集的追蹤 可能一個月就要測一下他一個肝功能的改變 大概三個月要測一下病毒的情況 如果真的病毒又上來了 肝功能又高了 符合健保第二次治療條件 他還是可以再用藥 並不是說他一輩子都一定要繼續自費吃下去 當然這個我們也會努力在跟我們的協會 會跟健保在溝通 因為有些病人確實是不太適合停藥 因為他現在的給付的原則就是一視同仁 只要該停藥的都要停藥 他沒有辦法選擇性的停或不停 謝謝 好 非常謝謝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感謝教科院長精采的演講 以及精采的體驗 感謝教科院長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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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院長精采 教科院長精采